汤文选学画要自甘计目,要有一生平淡,默默无闻的打算,要有现身精神。 古人云云而不录真正高深的画面并不值, 录于纸上而在读者的心田,不要以小我为宗旨通过画面能有不大领悟, 并不在于一点一滴的得失所谓,数点梅花天地形。 即是汤文选国画作品画画博大,为上乘个性为忠诚物相为下乘, 道是充塞无穷空间的生生之气宇宙生命,也是中国画的终极境界。 画出生命的律动而神采飞扬,气韵生动, 即生命的律动诗造画顺乎自然乃大道也。 汤文选国画作品艺术不像数学一加一,等于二的公式, 学易如参禅,有人顿悟立地成佛,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明白佛到底是什么, 成了一个平庸的和尚作画也是这样, 要天人合一化的是天地间的灵气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。 天人合一就是自然抒发自身的性灵天即自然, 人即性灵性灵与自然相,和谐就是天人合一, 遵循艺术规律化理,物理相容和真情通理摆脱自我遵循书发性灵, 遵循宇宙生态随心所,欲布与举幅和自然生态到此, 才真正达到无我境界,是艺术的极致世道, 主观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的对象融为一体。 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天人合一, 我国两千年前,庄子的预言庄周梦叶, 其内在的寓意可以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蝴蝶, 是我我是蝴蝶, 其意境对,人生的认识充满了折底, 汤文泉国画作品《宇宙生命无限丰富》与广阔人为天地心, 人乃爱物之灵人能, 与丰富动人的宇宙产生心灵感应, 与自我主体的性灵只去相沟通。 由于精力、心性、知识、修养的局限 我们每个人所能体察感应到的极为有限, 现在的人类低估了古人的智慧世界上, 有很多东西即使用现代科学也解释不, 乐道本来就是个说不清楚的东西, 老子的道也没人解释, 清楚远古的人对异, 些奇异的现象也是琢磨不透, 在晚上遥望星际, 展开无限的假想汤文泉国画, 作品《黑格尔》的学术, 里面有些似中国传统哲学, 但比起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嫌浅些, 到很深奥宇宙万物无不但环中到了, 至高点其实又很简单, 古时候佛文法给弟子其实也很抽象, 主要还是自身的领悟学艺如参禅, 悟醒, 在第一禅其实并不神秘, 也不是高不可攀, 禅无处不在, 禅极大自然, 一心如禅心心, 如果顺乎自然就是禅汤文选国画作品,